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陈老师 那么本期视频咱们是带来新车梦幻火车 这个车的核心道具量获取是非常可观的 然后现在的话因为是超级道具赛啊 闪电百分百变成黄金闪电 导弹百分百变成这个火球啊 那这个车的话我觉得强度不是很高 但是确实娱乐性非常不错啊 好 这里的话开局的话呢 咱们其实可以留在后面吃蛋 但这里给了我一个传送啊 那这个车的话不吃宠物啊 不吃非宠物 个人觉得 那这里的话没关系 咱们有一个火车炸弹直接放出去啊 这的话有个火球咱们试一下来去死吧 人才啊 这个有点失误啊 他这个不能免疫自己的火球炸弹啊 不好意思 忘记了 这里的话咱们放出这个火车水炸弹啊 那这个火车水炸弹感觉它的攻击距离好像是比普通水炸弹是不是稍微要远一点不清楚啊 不是很清楚啊 对的话咱们再放这个那个火车水炸弹 它这个火车炸弹的话要命中啊 才能给你这个火车弹起咱们这里的火车弹球命中 那只要命中的话 小朋友还会反打啊 命中的话呢 百分百给你火火车弹起 然后使用蚊子 路障 飞碟 还有弹起的时候 高概率给你这个火车炸弹啊 所以说它的火车炸弹的获取量是非常的可观的 而且水炸弹是百分百转换成火车炸弹 这的话咱们有个星队 这个车我建议啊 可以带这个零跑宠物 因为这个车 那个它是比较适合在后面刷的 当然它的中间的位置的话也是可以拿到火车炸弹 因为它可以拿到飞碟 蚊子 其实都可以给它火车炸弹啊 你也可以再选择带零跑宠物 带零跑宠物的话 最后的话 你可以留一个火车弹器啊 就够了 对吧 这里的话咱们 看一下放出这个蚊子 又拿到火车炸弹啊 你看我这一把的话是带着这个 小熊猫 因为小熊猫使用超级导弹的话 还可以给你这个火球啊 使用超级导弹命中45%的概率 给你这个普通的这些话来 上帝1000自损800 那现在这个导弹的话就是火球嘛 对吧 看一下咱们目前手中有个火车弹器啊 这里的话呢 吃到一个蚊子蚊子放水 再给我那个火车炸弹 还要精盾直接守住啊 大家可以看到他这个 那个获取量核心道具获取量火车炸弹是非常可观 这里的话咱们直接到了领跑的位置 不要由于直接火车弹器往前冲了啊 咱们两个精盾不要 管了啊 这一把的话呢 这个好像没有手骨猫是吧 没注意啊 那这里不要管 咱们最后不要掉下去 让精盾开启啊 所以说这个车呢 有精盾的车一般他不怎么吃宠物 因为他精盾的话可以一个无限防御嘛 再加上这个车本身的话就是算是一个后追处 所以说也不吃飞虫啊 你买一个玩一下娱乐一下开心一下 还是不错的啊 全场第一架mvp啊 这个车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拿到三双的 啊 每一个视频的给大家发两把 喜欢我的视频一定要这个点赞关注啊 投币投一下啊 特别是女粉丝啊 行 那我们给大家看下一个视频 好的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把 那这一把的话是有一个地狱複蛇 还有哈斯奇啊 还有暗奇在啊 你这把的话也是六个真人两个人机 那这一把的话因为有地狱複蛇在 咱们终点充限可能不是特别好 因为地狱複蛇的终点充限能力 包括暗奇都非常强的 开局的话呢 咱们气动加速有优势 但我这里点杀点住啊 咱们看一下刷蛋器被抢光了 这个这个他这个哈斯奇跟我抢到去 咱们只吃到一个 但我这个性格非常倔记啊 大家看到我一定要吃两个啊 这个的话 拿到一个火车炸弹放出去 又拿又放出蛋器 又拿到火车炸弹 又两个大器连续啊 咱们基本上连续四个火车炸弹 非常的舒服啊 开局啊 看到没有啊 基本上都是命中了啊 咱们的话就开局恶心一下他们 然后这里传送传一下 目前的话有个火车弹气 咱们金盾的话呢 不用看 直接扔掉空出道具槽啊 这里在没吃到啊 没吃到复位啊 因为这个车获得金盾的方式非常多啊 使用这个火车弹气高概率给你金盾 使用磁铁也高概率给你金盾 就火车弹气的获取量是非常可观的 所以金盾对这个车来说不是很值钱 咱们这里又命中了 然后前面来个骚操作反向火球啊 非常的帅气 虽然说没有命中 因为那个车身上有盾 但这一波反向火就非常帅 然后放出黄金闪电啊 看一下 那这的话咱们吃到一个大魔王 好的 这里的话呢 咱们又吃到一个飞带飞带放出去 又给我火车炸弹直接放出去啊 火车炸弹呢 他竟然也命中了 这火车炸弹其实我没觉得没有放好啊 他这火车炸弹 这里看一下 咱们这里直接哎呦 我的天呐 这个火球没放好 我本来想砸这个路的啊 砸旁边强的啊 没放好 这的话咱们再继续反向火球啊 给你们看一下啊 这里先放出火炸弹 然后再放出火 那个反向火球啊 火球是命中了 大家可以看到就反打的啊 非常的重要 虽然说这个导弹变成火球了 但是依旧还是要靠你的反打的这个能力啊 那这里的话呢 咱们又吃到一个蚊子 蚊子放出去又给我火车炸弹 虽然说这个车吧 对于这里来上低一千自损八百 虽然说这个车现在克制不了这个手部猫 但这个车它的核心道具获取量非常可观啊 就玩起来就爽就行了啊 是吧 这里的话 哎 注意一下咱们精盾直接用的 但前面这火球怎么会弹来弹去的 这怪有意思的 好 这里的话咱们目前的话呢 小心一点啊 领跑 但我马上复位啊 因为我手中一个磁铁一个弹器 肯定不能领跑嘛 弹器往前走 这里放出火车炸弹 好 火车炸弹没有命中 没有关系 咱们吃点吸一下 有个火球不能随便放 这个我反超他的话 游戏就结束啊 如果这一波他要被他 他他我反超不了他 但他身上有保护盾 我没有办法啊 如果反超不了他 我跟他拼了 哇 我火球直接往前面扔了 全场第一加mvp 啊 咱们带这个熊猫这个宠物的话 就是为了拿着让我拿到更多的火球啊 不是mvp啊 那那也行 反正全场第一 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